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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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們現在先看一下 我們已經講過進電廠了 在下一個chapter 裡面 我們必須要講進磁場 然後再來的話就要講 洞電跟洞 洞的電的時候就會變磁 然后动的磁的话就会变电 就是电磁感的部分 所以我们已经学过静电了 你现在就要学静磁 就是我们下了目标 然后呢物理学现在总是很会归纳这个整理的 我们常常希望的是一套东西呢 放诸四海皆准 爱因斯坦到最后的话 虽然我们讲说我们有这么多厂 重力厂 电磁厂 强加护作用 弱加护作用 强 原子盒里面就是强加护作用厂 弱加护作用厂 就是在那个β decay里面 爱因斯坦到快要走的时候 他希望的就是说一套东西能够有一个统一场论出来 所以任何的物理学家问媚以求就是说 最好不要太多定理出来 也最好不要太多东西出来 最好的东西是这个东西能够应用到这里去 那电磁学 一样的是这个概念 虽然在历史的发展里面的话 是磁先被你发现 你就看到我们中国人很伟大 发明指南针啊 对不对 是磁 但是 我们对于磁场的了解 是远比 电厂的了解来得晚的 因为你看到是 你只会知道说 那个两块磁铁相吸 那 它就是可以NGSG就吸在一起了 但是两块磁铁之间的作用力是什么 很多同学可以马上回答我吗 好 我再问回来问一个问题 一个正电荷跟一个负电荷之间 那你知道它正负电荷会相吸 对不对 那正负电荷之间的作用力是什么 每一个同学都很快 酷仑交互作用 对不对 那 回来 NG跟SG之间相吸 作用力是什么 是力啊 但是是什么力啊 OK 这 目前 为什么我会把这个问题抛出来 换句话说 电的部分 我们好像看起来 我们了解的蛮透彻 但是磁呢 它怎么产生出来的 然后 它是什么样的机制 我可以跟你们讲 也许 你们哪一位同学到研究所的时候 你就是在讨论 你这个material 它的磁性的来源是什么 你这个material它的磁性的来源是什么 我探讨的东西把电的部分一个一个跟它对应 用过去的经验去跟它对应说到底这个词跟电有什么相关性 所以接下来的主轴上面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就是说 哦某些东西我好像在店里面似曾相似 那确实是似曾相似 因为我们物理学家就是这样子 希望把一些以前还不知道的或者现在你已经展看到的 发现出来的东西去寻找过去 是不是已经人家都研究过了 如果是人家已经研究过了 你就不是原创者 那就是表示没有什么大贡献 如果说人家不是没有研究过 你就是原创者那你就是可以发表在最好的journal上面 所以所谓的natural science这种文章 一篇文章的话可以拿 不管在台大清华交大到中山 一篇文章登出去以后 你可以拿20万的奖金 放到你的肚口袋里面 口袋 对 那基本上面为什么 因为他要的东西就是你是原创 以后你会发现你要发表paper 别人研究过的 那个现象大家都知道的 那没什么 有时候你会发现说 我出来的东西啊 我真的不知道应该要怎么解释 然后以前也抓不到的 那时候也许对同学来讲是 非常非常set的 就是说我不知道要怎么办 但是 记住了就是 危机就是转机 也许你就发现新大陆 当你把它解释清楚的时候 那个东西就是你的原创 好 所以 同样的地方 你现在 这个 啊 我们在讲磁场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会希望 把过去的心愿放进来 那 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说 当我们在讲磁场的时候 有两个物理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就是什么 磁场 对不对 那一个就是磁位嘛 那其实 他跟 他就是他 他就是他嘛 因为 你知道他就可以求他嘛 你知道他就可以求他嘛 所以 基本上面 他就是一件事情而已 OK 那另外一个 这是 在一个 啊 完全真空的时候 你就是电 电场的部分 但是如果有戒指的时候 有medium的时候的话 你就要引进来了 另外一个 物理量 这物理量是什么 displacement 对不对 好 因为 displacement 就把 你这个 polization的效应 放进来了 那句话说 他就是 你的 戒指的性质 给进来 那我写这个 关系的时候 把它写 直接写出来的时候呢 已经 有一个最基本的假设 这个假设就是 这个medium 线性的 所以 在你们研究所的时候 又可以 有一个大的研究主题 我们 在之前也讲过 光这个 direct constant的时候 你就可以研究 很多了 因为 我刚刚已经讲了 线性 isotropic 是很漂亮啊 linear的关系 但是 如果不是线性 不是isotropic 的时候 那就是非线性光学 要研究的东西啦 所以 有很多文章在里面啊 有很多的东西在里面啊 所以光这个东西啊 这个常数 你就 又有很多的研究主题出来 好 那 我们就先看看 我们在 我们只有在 under的 undergradure的 这个大学部的 学生的情况之下 好 我是以这个部分 来看待 那 这个啊 permittivity的部分的话呢 或者是 direct constant的部分呢 是一个 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 的常数来看待 那 这两个物理量 基本上面 就是两个 很重要的equation 我们说在 静电场里面 这是我们已经知道的结果 好 那我刚刚也 告诉你们了 问了一个 很简单 简单的 不得了的问题了 我说 一两个电荷 电荷受力 那 它是 跟电厂之间的关系 你都已经知道 你都已经知道了 那现在 这个 是一个 静止的电荷 受的力 在这个场里面 如果这个电荷在动呢 电荷在动呢 电荷在动呢 那 这个电荷在动的时候的话呢 它 会不会 对 也有 某个物理量 跑出来呢 我说 如果 一旦 这个电荷 在 动的时候 那这个 移动的电荷 在磁场里面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也会受力 它受的力 是什么样的一个力呢 基本上面 如果你去做实验 你会发现 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 这个动的电荷啊 我说 这里面是一个磁场 那这个 那这个 电荷 以V的速度 带Q的电荷在 动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会发现它受力 而且 第一件事情 它所受的力 是跟我 带的 Q的 大小乘比例 关系 那 第二个部分 是跟 是跟 我的移动速度 是跟 我的移动速度 很比例关系 这是都实验可以去做的 第三个呢 可以试试看啊 我这样摄 我这样摄跟这样摄 跟这样摄 跟这样摄 反正不同的方向去摄 那 我们看到的就是说 它的运动速度 跟它的 这个 所受的力的方向呢 有一个有趣的事情是 就是 我的运动速度改变的时候 我受力也改变 而且我受的力 的方向 永远 是跟 我的运动速度 成 垂直 OK 这是第一个 然后呢 我不只是这样子而已 另外一个 是说 我 手受的力 我还会跟 我的磁场 成垂直 那 你现在 想一想 磁场 是一个向量 速度 是一个向量 变 这个 力是一个向量 一个物理量 同时跟两个物理量 成垂直 在 这个向量里面的话 有什么 运算 是能够让 一个物理量 跟 跟它的两个 物理量 是 一样的 是 比例 关系 当然 这个 这已经不要讲了 它跟磁场的大小 应该是成比例的 OK 它跟它垂直 而且它跟它成比例关系 所以 你现在就是说 它跟它垂直 它也跟它垂直 它跟它成比例关系 所以你就会去猜 这物理学家 物理学家总是很聪明的 它会去猜说 我是V Clos D 或者是V Clos D OK 它可能是这两个 那你说是它还是它 很 很简单去验证 就把你的力 跟你的磁场 跟你的运动速度之间 去运算一下 你就知道了 OK 那换句话说 不只是这样啊 这里面 又跟你的代的订贺 成比例关系 所以 可能是这个 也可能是这个 你又成比例关系 一定会有一个Q 跑出来 才会从比例关系 对不对 那也许还会有一个比例常数 C1 C2 那我们现在看 这个关系 跟这个关系 V Clos D 这个力 是很好测量 它的方向的 我一看到 我的受用力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物体 就会转弯啊 因为我速度往这边走 受的力这边 我就转弯了 OK 所以 你很清楚 你是 力的方向是非常清楚 跟你的 原始的 initial的速度 是很清楚的 所以 V V close V 是False的方向 你就知道说 它是 这个关系 而不是 这个关系 这是 你们从实验室里面 就可以归纳出来的 那 这个 这个 在物理的训练里面 物理的训练里面 物理学家的训练里面的话 就好 你已经知道 你的关系是可以写出来 那C是什么 C1 是多少 其实 我可以 不管它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你无论C1 是多少 你这些 数目字带进去以后 你要 safe consistent 换句话说 你Q的话 如果是库轮 OK 然后 这个是速度 那 MK字的话 那磁场呢 磁场是Tesla Tesla知道吧 一个Tesla是10的 四次方Gauss 所以一个Tesla是很大的 很大的单位 地球的时长是多少 啊 很好 这表示 岩祖强老师训练里面有数 蛤 这是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这个是 常常你去研究所 如果有口识的时候 人家就是问你这种小问题 那是你的 那是普悟啊 0.5Gauss 有考试过吗 好 不管是谁去念 好 好 人家就会问你这种小问题 所以 那我就问一下 在物理馆里面 在物理馆里面 上面有一个 Tesla 我忘记是8还是12了 的强磁场 在三楼 罗伊凯老师那话 那个磁场 对 超导磁铁所做的 所以基本上面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说 当你这些东西 物理量带进去 算一算结果 出来 是你的牛顿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这个C 然后带进去 把数值带进去 其实C呢 就是1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写出 F呢 是等于Q V 这关系就出来了 看句话说 回归回来 你要 去 Test 一个 磁场 这附近有没有磁场 你只要 放一个 会动的 Charge 你就可以知道 你有没有磁场 你要知道 有没有电场 你只要放一个 Test Charge 你就可以知道有没有电场 所以 这也是我们常常 你出去外面考试 过着人家问你 你的Common Sense 怎么样测量你的电场 怎么样测量你磁场 那就是很 很简单的方式 很简单的方式 那在物理上面 那在物理上面 会把这两个力 就把它写成 Q E 加上 V Clos B OK 把 这个是一个 电力 加磁力 的结果 这就是我们的磁力 我们把这个 Total的力呢 就叫做Lawrence-Boss OK 那这个 equation呢 就叫做Lawrence-Boss equation 这是 我们说一个Charge 在电场里面 在磁场里面 跟在磁场里面 所受到的 作用力 那这个 这个作用力呢 是在 整个电磁学里面 一个非常Fundamental 的equation 这是最基本的 一个equation 这是第一个 那这个地方 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吧 好 那没有大问题的话 接着我们就要来看 在这边 我们会很清楚的看到了 当时我们说 在电磁场的时候 K1 是等于0的时候 我们说 一旦一个物理量 K等于0的时候 这个物理量 那 就可以写成 某一个物理量的gradient 对不对 是数学 不是物理 那 我们再把这个物理量 叫做Potential 这才叫物理 好 所以我们把这个Potential 部分呢 加入一个负号 这是物理 所给的 那同样的 回来 回来 这是店里面的结果 在词里面呢 我希望 去找到 两个Fundamental的 Equation OK 在 FreeSpace里面 那 第一个Equation 我要对应它 第二个Equation 要对应它 那第一个Equation呢 我先把结论告诉你们 这两个Equation呢 就是我们 第一个 Curve V的部分 那Curve V呢 是等于多少 它是等于 μ0 C 那Divergent V 是等于 这是在词里面的 两个 跟 电的两个 Equation 把它 一起 变成主导电磁学里面的 静电跟静磁学 最重要的两个Equation 算是四个Equation 那在这里的μ0呢 是等于 4π 乘上10的 -7次方 H 除以 米 H的话是 亨利 OK 好 那 我说为什么我会写到 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跟我们之前 了解的Current Density 有什么样的关系 第一件事情 你可以回想一下 当时我们在讲Current Density 的时候 如果是一个传导电流的话 就是 无论是电子 或者是电动 它真的在动 OK 它才会叫做Current 没有用电场的观念来讲的话 传导电流的观念 就是 就是你的电荷要动 电荷 然后 要动 OK 好 所以 基本上面 这里的Current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 假设 或是你希望什么 第一件事情是 你必须要把这些结果 跟以前你所学过的东西 要什么 要能够Safe Consistent 那 D 好 我说 既然你是等于它 那 换句话说 假设 对一个非常稳定的电流而言的话 那我们的电流有一个Continue Equation 对不对 Continue Equation怎么写啦 有没有人能够告诉我 Continue Equation怎么写 Continue Equation 蛤 Continue Equation 它的原始如果不是 Static Current 呢 这等于什么 Food Round Row Round T 好 不要小看这个方程式 它是一个 Conservational Charge 的方程式是很重要的 因为它的Current 就跟它的Charge的流失式 但是你现在是一个稳定的Current 所以你没有所谓的Charge的流失的部分 所以它等于0 OK 好 那 我说 基本上面 它是等于0的话 跟这个关系 有没有违背 那你现在你就把它 Divergent Divergent Z是等于0 把这个Divergent一下 左边 会不会等于0 左边 左边 会不会等于0 我说我希望它等于0 对不对 如果左边不等于0的话 这个Equation就不会等于0 那就跟这里面是有冲突的 那现在回过头来问 那现在回过头来问 左边会不会等于0 有同学 点头 有同学 呆呆的 还在思考 它会不会等于0 我告诉你 一定等于0 一定等于0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任何一个向量 不管你是什么向量 一个向量 你把它刻以后 再把它Divergent 永远等于0 这是数学 所以 非常清楚的 知道一件事情是 这个Equation 上面这个Equation 呢 它是 等于0的 只要我Divergent以后 一定等于0 换句话说 我上面这个Equation 大概 我还能接受 而且是什么 是还蛮合理的 跟我之前 所 对应的 没有大冲突 那如果不是稳定电流 不是稳定电流的话 那就是动电流啦 那动电流的话 就是我们后面来讲啦 就不是稳定磁场 就会有电磁改变 OK 它的电场会改变 会随着时间改变 好 那这边 有没有问题 好 再来 第二个Equation 第二个Equation 你说Divergent等于0 Divergent V等于0 它所对应的意义 是什么呢 回过头啦 这边的Divergent D 这边的Divergent D 所对应的叫做什么 定理 高师定理 高师定理 对不对 然后高师定理 是什么意思 高师定理 是什么意思 高师定理 刚刚讲到13号是不是 高师定理 高斯蒂寧 高斯老師告訴同學 高斯蒂寧講的是什麼 對 電場花散的程度跟包含電量有關 那電場花散的程度 有沒有一個物理量來代表它 電通量 電通量怎麼定義 電通量 好 我們說 第一 這個是我們電通量的定義 然後 我現在的 這個 E.DS 是等於190分之Q 這是我的高斯蒂寧 對不對 那同樣的回到這邊來的時候 我們把這兩個關係式 把它放在一起 我說 Divergent D是等於Q 這個Q是free charge 那 我剛剛已經告訴你說 我們討論的是一個 一個 linear的 system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 它是等於 而且是free space 所以基本上 這個關係式就是等於 一小零等於Q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裡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裡 Divergent的V是等於0 這個跟這個關係 其實用數學很容易出來 是什麼 數學告訴你的話 你對一個 volume的積分 OK 這是zo 不是q 我們看到了 我們說我們對一個 volume 積分的時候 然後 這個直接 Divergent C 告訴你 E.DS OK 就等於 一小零把它提到外面 這個就是 你的高斯蒂寧 對不對 同樣的情況 一樣畫葫蘆 把它放進來 你同樣可以定義一個物理量 這個物理量呢 它是從這邊來的 那我們看到 它叫做V.DS 是等於0 那V.DS呢 既然 你E.DS 叫做電通量 那我V.DS呢 叫做磁通量 所以 這個磁通量 這樣 這是這個 volume 所包圍的 surface 它要等於0 那現在 我們剛剛已經講了 電有的 我們詞 也希望有 那在電通量裡面 我說 這個 volume 所包圍的 這個 surface呢 出去的 這個 flux的大小 多寬 是跟裡面的 Q 乘比例 關係 那 假設 我也說 在磁場裡面 要有一個物理量 跟電廠裡面的電 和相關的物理量的時候 那換句話說 在這個系統裡面 一樣的是一個 volume 我把它 這個 volume 所包圍的 surface 出去外面的 電通量 的 total的結果 是等於0 等於0的意思是什麼 等於0的意思是說 裡面可能沒有電荷 或者是裡面有正戶電荷相等 對不對 對不對 那你說 這裡面 的磁場 全部的 flux出去的 好 那我說 有一種 有一種物理量 是跟這個 Q是類似的 那我說 它是QN好了 換句話說 在裡面的 正的QN 跟負的QN 是不是要什麼 要 一樣多 對不對 對不對 而且 數量要一樣多 那我們看到 在這個地方 我們說 Q叫做電荷 單極 那 如果我們是 一正一負的 電荷的時候 我們就要雙極 對不對 那同樣的 這個 對 有QN 有-QN 而且要同時存在在這個區域裡面 所以 我們看到的是 從這個簡單的關係式裡面 我們看到的是說 我們的 高式定理告訴我們的 這個高式定理 這個高式定理 是瓷的高式定理 告訴我們的是 在區間裡面所存在的 這個 電荷 瓷場所對應的最基本的 瓷 如果有瓷的電荷的話 它沒辦法用單極來存在 它一定要什麼 正跟負同時存在 它是 以雙極來存在 所以 這個equation 已經告訴你 沒有瓷單極 那沒有瓷單極的意思就是 你最 最簡單分佈的 就是雙極的 瓷雙極在存在 那有同學 會 會問一個 有趣的問題 我說 在電荷裡面 我知道 一個-Q 一個-Q 那它是一個 diple 是一個雙極子 那如果在瓷裡面 是一個-Qm 一個正-Qm 那它是一個 magnetic dipole 那很簡單啊 我慢慢把我圍的空間 越來越縮 越縮 越縮的時候 那是不是就會有 弄到雙單極的部分 對不對 對不對 這是電 但是 時告訴你是 你怎麼 把你的 縮小的時候 它不可能 單獨存在 也就是說 你即使縮小 它還是 雙極存在 那這個問題 回歸到你們小時候 玩瓷鐵 把一塊瓷鐵 切斷了以後 切斷了以後是怎樣 蛤 這一塊 S級這塊N級嗎 對不對 對不對 再切 對不對 再切 你永遠 是 是 dipole存在 OK 那換句話講 這是我們 依照我們現實的 所推檔出來的結果 科學家就會問一個問題說 科學家就會問一個問題說 真的沒有瓷單極存在嗎 要到多小的時候 這個瓷的高斯定律是不能用的 他就可以把這個切掉呢 就是切到 剩下一個極而已 這個解還沒有解出來 問題是在延遲的尺度裡面 你是已經不可能達到了 OK 在延遲的尺度裡面是你不可能達到 因為你的dipole 這個dipole的部分 已經不是你這個小時候的N級S級了 而是一個電荷 你在這邊運動的時候 你就是一個dipole 每個dipole 電荷 你的電子Q號 那它就是dipole 所以我們在這裡的情況 我們已經有兩個postulate 那這兩個postulate 就對應到 我們剛剛已經講的 高斯定律 然後跟詞的部分 那當然 這是我們已經講的上面的部分 上面的部分呢 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那另外一個 是什麼 μ0J 這個我們已經剛剛看到 就是說 基本上面它是 跟這個 這個 這個 連續方程式是沒有違背的 那 對於這個equation 你只要再做一點點的小的 數學 我們現在學習已經快結束了 但是你看到第一章裡面 在講的start theory dipole theory 還常常 會一直不去 對不對 所以 ok我做事 對疊S級分的話 這是一個surface 那start theory告訴你 它是等於什麼 V D DL 這DL是在哪一個DL 蛤 包圍這個surface的DL 還沒有下課喔 然後這個surface的DL 是一個close section close close loop 因為它包圍這個surface 對不對 這個圈圈不要忘掉 這就是等於 m0J dotDs 這邊是什麼 這邊是什麼 好 這你學過吧 他學過喔 這是什麼定理 蛤 什麼定理 什麼定理 想一想 安培定理 安培定理 換句話說 你現在以前學過的東西 這個是高斯定理 這個是安培定理 這個是高斯定理 就是我們詞的 兩個重要的定理 兩個重要的定理 跟它對應 好 好 我們今天就先上到這裡 誰